因为公民社会这个事儿的话 实际上是从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度来做的 而不仅仅是只有一种方法 一种方式 比如说有些人就擅长于那种 比如说具体的维权 有些人擅长写理论文章 有些人擅长联络 那么我觉得这每一个人去推进这个社会 他做事的方式 方式可能是有所不同 但是都在推进这个社会的进步 说公民社会的人物 我觉得就是应该持续地做下去 而不仅仅限于我们这一部分 首先你做一个善良的人 那么我觉得做一个善良的人 其实很多人都有这种特质 这是第一 第二 做对的事儿 什么叫对的事儿 至少首先是有利于你自己的事儿 对不对 比如说你了解真相 了解自己的利益被侵占 对不对 了解自己的利益被侵占 但是对你好 就这么简单 那你从这样一开始 这样一开始你怎么样去了解 比如说你买燕黄冲秋 而不是买求是杂志 就这么简单 对吧 那当然如果说你在更高层次上 你如果说你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了 那当然求是杂志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材料的智商 但是你一般的人的话 你很容易受它的左右和影响 嗯 那我觉得就是说你在基本的情形下 你应该先不读求是杂志 而是读那个燕黄冲秋 这就是用 用嚼头票 那我就说了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自己 做一个公民的成长的一个道路 这个道路非常没有危险 就是一点风险都没有 对 你比如说你认可的机构 比如说原先嘛 有公文中心嘛 比如说许志勇他们的 对吧 那现在没有了 现在好像有解封了 对不对 那小额捐款你还是可以捐的嘛 每个月捐五十块嘛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可以信任的 至少我是信任习志勇他们 对不对 志勇我当然只见过一面 那另外比如说 历仁乡村图书馆 对吧 这些你 小额捐款 你小额捐款的目的 有两种 第一 它不影响你的生活 它不对你的经济 造成三千动作的影响 第二 你跟那个受住者 就是受捐的人 带来一种 拱拱而来的那种 裁员的那种感觉 就是每个月都有 每个月都感觉到受关注 所以说其实说白了 你说 你当然 因为你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比如说 他觉得我时间很紧张 本来每个月捐五十 那我一年捐六百的话 我一次性捐了 这个也不是 不是硬性的要去反对 但是我说 比如说你真是有时间 那么每个月你都打五十块 过去 就这样 让他感觉到说 OK 还是一直在关心我 那我觉得这个的话 就是一种公民的互动 那这些东西捐款的话 某种人讲 它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对 那当然有人会说 我捐了十块钱 跟逢政府 他就请我喝茶 我觉得这个没关系 他请你喝茶 就请喝茶 你说我就捐给逢政府了 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这可能就算 一种风险 但是说白了 你在这个社会 你别说做公民了 你做生意 对不对 做生意没风险吗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风险的事 基本上是没有 只是说 风险的大和小而已 那我觉得对于 普通公民来说 就是做风险相对小的事 那去逐步逐步的推进 逐步逐步的影响人 哪怕比如说参加NGO 做志愿者 等等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做的过程当中 你知道说 做的这个过程 你也许 比如说做了五年 你还不知道公民是什么意思 但这个没关系 因为你 你已经是公民 公民的这一定义 那是 那是哲学家理论家 他们做的事 那不是你 你知不知道 它不影响你自己的公民 OK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从改变自己开始 就说 有很多人 总要想去改变他人 改变世界 那我说的实在的 改变他人不容易 改变世界 更是很艰难 那但是改变自己 就比改变他人和改变世界 要容易得多 那很多人跟这个社会 关系的紧张 包括很多 很多不必要的紧张 那我觉得可能很多人 是自己造成的 对 自己造成的 一旦你自己改变 打个比方讲 就像比如说 我要说服我的小孩 比如说早上不懒船 那么我第一要做的就是我不懒船 对不对 事实上我也从来不懒船 那你你这段意义上讲的话 就是说你首先自己要做 而不是去说服别人 说你自己做 比如像我 我不去说别人 你要我的朋友 我从不给我朋友 说 啊你某个事 你又没发言 经常我们会有人在我博客上留言 包括人 包括推特上跟我留言 说啊 真正的公民社会 是要把自己的日常生活 当成一个常态 比如说就要 比如要把批评政府 当成一个常态 而不是当成说 啊我今天吸血来潮 啊我就做 啊我一不高 我不高兴了 我懒做了 对 实际上你要把民主自由 包括公民社会所做的一切 当成一个常态 当成一个 就说就像我说的 日共移卒 对啊 你每天做一点点 又对得起自己 为什么呀 你觉得这个社会 不管别人怎么想 但是我是这样做的 对不对 尽是由于我手上 有这么多些东西 我读了这么多东西 加上我记忆理由比较好 那么我当然 我愿意把这些东西奉献出来 让大家知道一些 我自认为的真相 然后让你去多一个 判断的角度 那这样的话 就形成你 是某种样子讲 我们这些反对 就是言论的反对者 官方言论的反对者 不在于说我们正不正确 在于培养了大家的思维 说OK 这个事情原来还可以这样看 OK 这个事情原来你还反对 而你不仅反对 还反对得有点道理 OK 那这样一个过程 培养了大家的思维 说 哦 这个事情原来不只 不能那样线性化的看待 不能那样平面化的看待 不能那样一根筋的看待 原来还有这个事物还有侧面背面 后面 等等 其实说白了 我们的意义不在于说我们高明 不在于说我们掌握真理 而在于说 第一 培养大家说负责任的话 拿有事实的证据出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 培养大家说 OK 有一封证据说一封话 对 哪怕是共产党 我曾经说过 哪怕是共产党 我也不诬蔑他 没有的事 他没有的事 我绝不把他头上摘 我绝不因为使我的观点 想得强大 想得有说服力 而去斗撞 这是第二点 第三一点 就是说 随时要保持 一个庆幸的态度 就是说 这个就是福斯先生说的 在与人接触的时候 在一处不移 在做学问的时候 尤其是在判断官方政策的时候 对政府 在不一处有疑 对 就是在没有疑问的地方 要去疑问 为什么 因为政府 它是全权机器 它是随时 因为再加上我们的政府 它是没有制约 没有监督的 它更容易犯错 它更有巨大的 自力倾向 就自我利益驱动的那些 其实我认为 作为一个公民社会 最重要的是 培养大家的一个思维和态度 第一 能容纳不同的意见 第二 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错误 第三 拿出证据 来证明这个事 谁错 而不是谩骂 第四 得理也饶人 因为 同样是人 哪怕 哪怕就像我们将来 比如说 为什么我很战散 比如说荼毒主教的 和解与真相委员会 在那种真相的情形下 和解 对不对 那比如说 像将来 这个社会民主了 你还是要跟很多 前共产党 共事 对不对 要跟他们和平相处 要跟他们喝酒打盘 对不对 要跟他们一起聊天 一同心善 大自然的山川和美景 对不对 你不能说 凡是与共产党有关的 凡是叫共产党的 它都不是人 No 这样是不对的 这样的做法 这样的思维 带来的一种态度 这是非常非常之有害 那我觉得 我曾经写魏篇文章叫 不要为仇恨所舒服 就是舒服住了 就是说 我曾经说过 不要 不要 就是说 不要去 不要去夸皮 不要去重复 共产党的思路 不要重复 共产党的思维 不要带着头昏的态度 去 在没有了解事实之前 不要带着头昏的态度 先入为主的 去判断某一件事 和某一个人 不要轻易跟人和事 贴标签 但是我们可以对政府 可以骂他 因为政府不是人格主体 对政府可以反可 对 那我觉得这个没关系 但是对个人 对具体的人 不可以轻易 去仇恨 不可以轻易去骂 因为这是有人格主体的 你要知道 你要想到 对方也是和你一样 一个合生生的人 虽然他可能毛病 他可能不够善良 但是他依然是 合生生的一个人 对方说 就会有什么好看的 他可能会有什么好看的 对方说 感谢观看